就在日前中共十大元帅之一前副总理陈毅之子陈小鲁回到北京的母校北京八中 组织老三届校友举行文革道歉会 官方媒体对此进行高调的报道 一些分析认为这是在为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放风造势 今年67岁的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陈小鲁 10月7号上午与其他14位同龄校友回到母校 向八位现在80岁左右高龄的前八中老师正式鞠躬道歉 陈小鲁等人为他们在文革期间批斗和残害校领导和老师的行为谢罪 今年8月陈小鲁曾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博客上发表文革致歉信 为文革时参与造反 组织批斗校领导老师和一些同学表达了所谓真诚的道歉 陈小鲁这个道歉的这个事情呢 他是应该说经过深层俗虑的他就非常有感触 就是下决心的要把这个事情要做下来 那么他作为同学会的会长呢 这等于是代表大家呢来这个做一个表示 自今年6月 《阎黄春秋》杂志看出文革时期一个红卫兵的道歉广告后 当年那些造反的红卫兵陆续公开表示忏悔或道歉 而陈小鲁为文革恶行道歉则引发媒体广泛关注 10月7号中国青年报图文并茂的刊登 陈小鲁与其他校友向老师道歉的报道 包括新华网新浪网等在内的其他各大媒体纷纷加以转载 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秘书长黄坚认为 这次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这样广泛大规模的报道 让他感到吃惊 但是他们为文革期间的批斗行为道歉 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同看法 网友问道 文革过去几十年后 是什么促使今天这些已近暮年的人们公开道歉 该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他们 北京市政观察人士华坡认为 陈小鲁公开高调道歉的背后 有另一层高层的意思 其实他的本意是在提醒人们不要回到过去 不要再走走的路线 是有上层在支持他的 所以这也是传达了一种中央高层的一种意识 旅居美国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建也认为 由于太子党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掌握政权后 已经让老百姓的冤起增大 现在希望通过这一点来表示习近平当政之后 中共政权不可能向左转 在媒体大力报道 陈小鲁去巴中道歉的同时 10月15号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 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 习仲勋是中共前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 也是现任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父亲 他的习仲勋的夫人齐心 还有他的儿女也都相继做了发言 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 那就是习仲勋在文革当中的经历 他们现在要重提文革对中国的破坏性危害性 也宣示了中国不能再回到文革当中去 在习仲勋纪念会上出现了许多前中共领导人的子女 如毛泽东女儿李敏 刘少奇之子刘元 邓小平之子邓朴方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等 华博表示 如果再加上中共十大开国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 对文革的道歉 这一切都说明 习近平已经从各个方面 把各个群体的头面人物都招募在自己的麾下 这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是一种铺垫准备